美食吃播 客人要求我幫他做一個美食吃播的視角 一個拍自己一個是取景這個吃的畫面 角度要合理 畫面要漂亮 要人監看 最重要收音要好 還要很方便 這是我們深坑的魷魚羹 麵 收音應該不錯 這次沒有加麥克風 就用Action本身 哇 這是下水 這是很長 A菜 好吃 腸子處理得很乾淨 沒有什麼腥味 A菜是我最喜歡吃的蔬菜 A菜 國語叫什麼 A菜 米南語叫A菜 國語叫A菜 應該有一個學名吧 A菜應該是俗稱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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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味 另外一個鏡頭就是拍自己 另外一個鏡頭就是另外一台機器Action拍自己 形成了一個 好 炸豆腐 好原味先吃再來加辣椒 它就是辣死的辣椒 很辣 這樣抖一抖灑一灑 整個味道大大的提升 美味 這樣在台北吃大概三三百多塊吧 兩三百塊 有一個麵60 這個麵60 加魚數多少也不知道 好 這幾乎是 在台灣人見人愛的組合 走到哪裡都很受歡迎 沙茶沒有拌開 我沒有用湯匙是因為 它裡面免洗的不環保 我就用碗喝就好了 連少用一個塑膠就盡量少用 主要小孩子受到這個教育 環保教育 都會要求大人跟著做 我真的很疼小孩 小孩說什麼基本上我都言聽忌從 這叫小孩很優秀 這可以做一般的拍攝也可以做縮時攝影 一次拍攝兩樣結果 比較薄 一餐飯十分鐘不知道會不會太快 來口湯 現在的看雞都比較薄 薄像小時候的有一根 那根都很濃稠 那根都很濃稠 這A菜真的是 怎麼吃怎麼好吃 完全不用雙手 美食節目要弄的話 我們就是負責推薦 和負責銷售 當然還要幫他們實驗 這個鏡頭是最窄的 還可以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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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變形 但超廣角才會變形 這豆皮真好吃 那要讓我把你們吃得到 又怕 罵 你們要不要吃 又怕 是要吃到 都會有很多 我也理想 帶別人要看點事啊 不能干擾人家 其實你拍這些東西外國人要看 很多華人住在國外 他們會思念家鄉 就來看我們的一些美食 這可惜美食我不懂 沒有拍那些東西比較少 現在美食要加一些元素 譬如說鐵拳 就會很多人看 美食加鐵拳就會上新聞 標準越來越高 這應該是75塊 A菜均衡營養 中午吃了兩根香腸 就沒有再吃別的東西了 一直到現在 所以還蠻 蠻耐餓的 粉腸 豆皮 炸豆腐 十分鐘吃一套餐 算快嗎 我覺得還蠻快的 因為我沒有什麼 咬兩下就吞 我沒有像一般父母講的齁 叫我小孩子要吃的 爛爛的再吞下去 我沒有 我從小都是這樣咬兩下就吞 所以不懂得美食品味 所以不懂得美食品味 現在ISO三千四 快門一百二十分之一秒 十分鐘吃一套餐 十分鐘吃一套餐 哇 吃得滿頭大汗 現在外面11度 好冷 吃這個在暖心鍋 十分鐘 十分鐘還是好燙 Clean喔 哇 吃得滿頭大汗 因為這樣用餐有一點辛苦 角度齁 考慮到相機的部分 所以 比較會滴啊 會滴那個 滴湯汁 因為我沒有辦法靠近 頭不能太滴下去 不然會拍不到 好 所以取菜呢 又強調要快 因為 把豆有點不舒服 要早點回去 好 美食部落客的 這個 美食角度套件 謝謝大家